我頭髮啊 鋼姐好 哎呦 好像有點帥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嘗試牛排 當然這次吃的牛排和我們之前吃的都不是一個等級的 這次是米其林專用牛排 就這個B三眼肉 你看這些花紋 那種雪花牛排 B三眼肉就是這牛排的等級 這等級的話算是中等等級吧 因為我有上網查了一下 這種牛排的等級有分為A B C和S 這四個等級 我這個的話是B 所以的話它應該算中等等級 不過就算它中等等級 這一片牛排也要賣了兩百多 是我之前那些牛排的十倍價格 所以說我這為了煎這牛排 我還行買個平底鍋 你看這個 感覺還是不錯的 好聽 好過 然後這隻牛排是有教程的 教我們怎麼煎 第一步解凍牛排 擦去血水 我這個已經體驗解凍好了 然後用這廚房用紙擦去血水 不能用水洗 不然會減少它的風味 現在擦好了 第二步調味 用這它送的鹽和胡椒調味 刷點油 刷點油 OK 現在基本調味都好了 現在我們要轉一到廚房 第三步平底鍋乾燒90秒 90秒了 每面各煎45秒 OK 現在給它裹上錫子 給它燜三分鐘就可以吃了 應該是可以了 它這還有一點點汁 是不是煎太熟了呀 倒點這個料 先來切切看這牛排 好像是有點煎太熟了 它這裡都沒有什麼紅色 嚐一下 好 這是給它煎太熟了 好像整個是給我煎熟了 不過吃的感覺還行嘛 看這很紅的 這肉吃的有那一種肉汁啊 好像有一點點奶香 不知道是不是有錯覺 它這種是那種肥瘦香煎的 你吃一點的瘦的再配點肥的 吃起來還是不錯的 不過好像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好吃 真的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好吃 反正就比我之前吃的那種牛排更嫩一點 然後帶點奶香 好像就沒有什麼特殊的味道了 可能真的是我煎的問題吧 給它煎的有點老了 我不知道怎麼說 感覺它這個雖然是比我之前那牛排要貴10倍的價格 但是感覺沒有好吃10倍 可能好吃個兩三倍吧 當然可能是我出去讓這牛排減了幾倍美味 不過感覺好像真的是沒有什麼特別大差別 感覺還是不太吃得來這種高級牛排 好 那麼可以再總結一下吧 我覺得這種牛排如果你是非常喜歡吃高級牛排 或者是你非常會烹飪高級牛排 我覺得還是可以嘗試一下的 那麼今天的視頻差不多就在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可以幫我點個關注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